随着Mac Mini M4的性能和能效的提升 它成为了我的工作基间家庭服务器的理想选择 之前的视频里介绍了我的M4 Mac Mini 搭载了什么服务和运行这些服务后的性能综合情况 很多朋友说也想部署 但由于是新手所以不太熟悉Docker应用 那么本期主要就是为刚接触Docker的新手用户 提供尽量简单谈详细的教程 帮助你在Mac Mini M4上部署多个常用的媒体服务容器 包括Jellyfin, Prolar, Radar, Sonar,Chinese Subfinder和Qubit Torrent 我们会一步步指导你完成安装和配置 帮助你完成在Mac Mini上部署自动追剧 自动下载中文字幕等服务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在MacOS上安装Docker非常简单 剪前往Docker,官网下载Docker Desktop并安装 剪安装完成后,启动Docker Desktop 并确保其处于运行状态 打开Resources,点击Network 打开Enable Host Networking 二,创建目录在部署容器之前 你需要在本地创建用于存储配置文件和媒体文件的目录 打开MacOS启动台,点击其他 打开终端后输入 运行容器将以下命令复制到终端 并根据实际情况替换目录路径 Jellyfin是一个免费的媒体服务器解决方案 用于流媒体播放和管理媒体库 Proud Lab是一个用于管理和搜索媒体资源的聚合工具 Radar是一个电影管理工具 可以自动下载和组织电影 Sona是一个电视剧管理工具 可以自动下载和组织电视剧 Chinese Subfinder是一个字幕下载工具 专注于中文字幕 QBitTorrent是一个轻量级的BitTorrent客户端 注意事项 一,权限问题容器以root用户运行 只是为了方便新手用于日常环境中使用 从而避免遇到权限类问题 二,容器部署加入了镜像地址 如果访问不了的话 可以到这里查看最新的可用镜像地址 在前面教程中 我们已经成功在Mac Mini M4上部署了 Jellyfin,Prowler,Radar,Sonar,Chinese Subfinder 和QBitTorrent等容器 在这一部分 我们将继续配置这些服务 以确保它们能够正常工作 并提供流畅的使用体验 一,Prowler添加索引器 并与Radar,Sonar同步 Prowler是一个用于聚合多个索引器 如Jacket的工具 帮助Radar和Sonar获取资源 在Prowler的设置中添加索引器 并将其与Radar和Sonar同步 步骤一 登录Prowler打开浏览器 访问http://localhost9696 二,添加索引器 在主界面中 点击左侧菜单的Indexes索引器 剪点击右上角的Add Indexer 添加索引器 剪选择你想添加的索引器 配置索引器的详细信息 API密钥在Radar、Sonar设置页面中的通用页面 可以查看得到 三,同步Radar和Sonar 减进入Settings 设置在Applications应用程序标签下 点击Radar和Sonar 分别输入Radar和Sonar的API密钥 设置完成后 点击Save保存配置 这样Prowler就能作为索引器 和Radar、Sonar之间的桥梁 确保它们能同步获取资源 二,在Qubit Torrent中开启Web UI功能 并设置账户密码 Qubit Torrent的Web UI功能 可以让你通过浏览器远程控制 Qubit Torrent下载任务 你可以为Web UI设置用户名和密码 增强安全性 登陆Qubit Torrent 打开浏览器 访问http://localhost18080 这是Qubit Torrent的Web UI地址 在Qubit Torrent Web UI页面 点击右上角齿轮形状的设置图标 进入Web UI设置页 三,设置用户名和密码 在Web UI设置中 填写用户名和密码 以增强安全性 点击应用保存设置 这样你就可以通过浏览器 远程管理Qubit Torrent的下载任务了 三,在Radar和Sonar中 添加媒体跟目录 下载客户端和远程路径映射设置 Radar和Sonar都适用于 自动下载和管理电影和电视剧的工具 你需要为他们设置媒体跟目录 下载客户端 以及远程路径映射设置 以确保他们能够与 Qubit Torrent等下载客户端配合工作 步骤 一,登陆Radar或Sonar 访问Radar地址 http colon slash slash localhost 7878 访问Sona地址 http colon slash slash localhost 8989 二,添加媒体跟目录 进入Settings Media Management 在rootfold的媒体跟目录部分 点击添加跟目录 然后选择你的媒体目录 三,添加下载客户端 在Settings 设置 Download Clients 点击Add Client 选择Qubit Torrent 填写Qubit Torrent的Web UI地址 http colon slash slash localhost 180和你设置的用户名和密码 四,添加远程路径映射 在Settings 设置 Download Clients 下载客户端 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 配置远程路径映射 添加你的远程路径映射 这样配置完成后 Radar和Sonar 就能正确处理下载任务 并将文件自动移动到 你设置的媒体跟目录中 四,在Chinese Subfinder中 设置电影目录和电视剧目录 并开启自动下载字幕 Chinese Subfinder 是一个自动下载中文字幕的工具 它支持电影和电视剧的字幕自动下载 步骤 一,登录Chinese Subfinder 打开浏览器 访问http colon slash slash localhost 19035或者你设置的其他端口 二,设置电影目录和电视剧目录 在初始化页面 添加电影目录和电视剧目录 确保它们指向你存放媒体文件的文件夹 如media,movies 开启自动下载字幕 Chinese Subfinder会根据你下载的电影 或电视剧自动下载中文字幕 5,Jellyfin初始化设置 添加电影和电视剧目录 Jellyfin是一个开源的媒体服务器 可以让你在不同设备上留媒体播放电影和电视剧 你需要在Jellyfin中设置媒体目录 以便它能够扫描和管理你的媒体文件 步骤 1,登录Jellyfin打开浏览器 访问http colon slash slash localhost 8096 2,初始化设置 在Jellyfin初次启动时 按照提示完成初始化设置 设置语言时区等基本信息 3,添加电影和电视剧目录 在设置页面 进入Libraries媒体库 点击Add Library 选择Movies电影或TV电视剧 每个媒体库添加相应的目录路径 选择Media Movies电影或Media TV电视剧 勾选原数据储存方式 方便自动上面的容器 自动下载中文字幕识别 配置完成后点击OK保存 Jellyfin会开始扫描 指定目录中的媒体文件 并将它们添加到媒体库中 总结 通过上述步骤 我们不仅在Mac mini M4上 成功部署了多个Docker容器 还详细配置了每个容器的功能 确保它们能够协同工作 以下是我们完成的配置 Prowler添加索引器并与Radar Sona同步 Qubit Torrent 启用Web UI并设置账户密码 Radar和Sona 配置媒体跟目录 下载客户端和远程路径映射 Chinese Subfinder 配置电影和电视剧目录 并开启自动下载字幕 Jellyfin 初始化设置并添加媒体目录 一个强大的家庭媒体服务器 提供无缝的电影和电视剧管理体验 接下来我们还会出M4 Mac mini虚拟机 安装OpenWRT软路由系统后 设置成旁路由 低成本免硬盘和实现双盘位机械硬盘读写 再利用其搭建网盘等等操作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 方便第一时间收到更新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可以的话帮忙点个赞 转发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们 如果期待后续更多相关数码内容的更新 也欢迎关注我们 这里是私赞 分享数码前沿信息 偶尔写写测评 我们下期再见